鬼市,极乐方,无限,谢连喊,话音刚落,就见魏无限蹦蹦跳跳地从层层屏风后走过来,一下子扑进谢连的怀里,花承的脸一黑,一步上前,把魏无限从谢连的怀里包了出来,谢连无奈一笑,温声道,三郎,无限只是有段时间没见到我爸了,不必如此。 花承揉了把魏无限的头,遭到他的抗议,才冷笑道,哥哥,这小子化绝后,坏心眼可多了,你可不要相信他。 魏无限撇撇嘴,傅兮兮一笑,谢连哥哥人美心善,眼睛也好看,这么好看的眼睛还是待在活人眼眶里比较合适,哥哥不用担心,我不会对谢连哥哥下手的。 谢连没了一会儿,随即转移话题道,无限,你就回来的的那个人呢。 魏无限一下子反应过来,朝里面喊,蓝湛,嫂子喊你。 蓝忘机便从屏风后的房间中走出,行礼道,见过花承主。 面向谢连,顿了顿,才道,见过太子殿下。 谢连笑道,不用这么行礼,反正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 三郎说,你受了伤,现在怎么样了? 蓝忘机微微汗手,已经基本痊愈了。 谢连看着蓝忘机一身白衣,银发如铺,先锋道骨,礼树周到,越看越喜欢。 只觉得自家道旅的弟弟也找到了一个好道旅。 魏无限的眼里闪着光。 这么一个哪哪都完美的人,怎么就成了自己的呢? 反正他也不能跑了,要赶跑,自己就把他杀了,灵魂锁在乱葬岗里,然后避山不出。 让蓝湛永远只能看到他一个人,嘻嘻。 一想到乱葬岗,魏无限猛拍脑门,叫道,我把薛阳忘在乱葬岗了。 哥,我先带着蓝湛去一趟乱葬岗,回头再续话。 说完,他拉住蓝忘机的手,不等二人反应,便使了个法术与蓝忘机消失在原地。 谢连愣了片刻,失笑道,无限哪怕化觉也是一样的活泼啊。 花城点点头,决定不跟自家哥哥说魏无限最近收集眼球的爱好了。 乱葬岗山脚,魏无限快步走着,一边随手打死一不小心出现在他眼前的走尸,一边对蓝忘机叙道。 上次来乱葬岗练尸,忘记收拾法阵了,希望薛阳不要踩到吧。 好不容易来一个擅长轨道的人可千万不要死了。 不对,走尸好像也可以修轨道啊。 但是激发神志什么的好麻烦,听到这里,蓝忘机忍不住打断,魏英,魂魄也能修轨道。 魏无限眼睛一亮,对啊,我怎么忘了? 而且,鬼和人修轨道的方法不大一样。 我要教薛阳修轨道的话,不如把他先杀了,再让他跟我学,我还能把他的眼睛挖出来。 这不是一举两得。 蓝湛你真聪明。 蓝忘机受了他的表扬,诱导,而且,魏英。 魏无限抬头,露出询问的表情。 他环顾四周翻滚,却不敢上前的怨气,试着运转一下不久前转化成魔丹的金蛋。 不禁出声询问,为什么,我们不飞上去。 魏无限善善一笑,这不是想要跟蓝二哥哥多享受一回二人世界吗? 蓝忘机轻轻一笑,脸上的冰雪似乎融化了,魏无限看吃了,只能一边感叹蓝湛真好看一边傻傻的笑。 魏英 蓝忘机上前一步,将魏无限搂在怀中,温热的吐息洒在魏无限的耳畔,为雪白的耳垂带上一点暖暖的粉意。 蓝忘机在他雪白的脖梗间狠狠一咬,破了皮,却没流出血来。 以后,只能叫我哥哥。 魏无限方才还不知所措着,听到这,忍不住笑了出来。 哈哈哈哈哈哈,不是吧蓝湛,你连哥哥和嫂子的醋都吃? 哈哈哈哈哈哈,他淡粉色的唇瓣一张一合。 眼角的一抹红,越发鲜明起来,就像是画本子里的厌鬼一样。 勾得蓝忘机忍无可忍,堵上了他的嘴。 薛扬把长慈安的魂魄带上乱葬岗的第三天,觉得自己几乎无聊到要发霉了。 长慈安的魂魄被他揉来揉去,甚至还被他用来做研究为无限留在乱葬岗上的法阵与符咒的小白鼠。 终于被他玩到几乎碎成好几半,虚弱至极,再动一次就可能直接飞灰烟灭。 于是,他没东西完了。 乱葬岗上的食物和水倒是充足的,但他拿降灾往浸透了血的土地里戳,实在觉得自己要无聊到发霉了。 正在此时,他看到一抹雁红顺着山道走了上来。 是魏无羡。 他眼睛一亮,然后看到魏无羡身后的白衣男子。 是,蓝家的那个二公子蓝忘机。 他怎么在这里? 他连忙迎上去,师父,你终于来了。 那蓝二怎么也在这里? 魏无羡弯弯嘴角,他以后就跟我们混了。 人质? 不愧是鬼欲魅影,能抓蓝二过来当人质。 他不由地赞叹道,师父真厉害。 魏无羡收起了笑,对他说,薛阳,你等一下。 说完,他抬手,一道漆黑的怨气便从他的手心射出来,如同离弦之剑一般射了出去。 薛阳堪堪毕过,感受到了怨气中所带的杀气,眸子中顿时闪过暴力之色。 这一灵老祖,果然还是想杀他。 谁知魏无羡却不解道,你躲什么呀? 我把你杀了,你就能变成鬼,以鬼区修炼鬼道还简单点。 我也不用去教你如何运转浑身的怨气了。 最重要的是,我就可以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收藏着了。 薛阳便放心了,明白魏无羡并不想害他。 老祖爱收藏眼睛,我爱收藏舌头,他的思绪不由得一瓢。 想到自己化鬼后,说不定可以把自己的舌头拔出来泡茶喝,顿时觉得古怪,无比真诚道。 师父,我觉得我还不想死。 以人类之躯,修炼鬼道就够了。 魏无羡无奈地叹口气,不要就算了。 语气中还有几分失望之色,长慈安的魂魄呢? 薛阳善善一笑,弟子一不小心玩过了,现在快碎了。 魏无羡微微挑眉,抬手招来那团魂魄,在手里揉另一把,听着他发出人类听不到的惨叫声。 问题不大。 他低语道,打了个响指,那魂魄便重新构建起来,化作一个匍匐在地上的半透明的长慈安。 这个长慈安在看到魏无羡时尖叫出声,转头看到发色雪白的蓝望鸡,忍不住眼前一亮,想伸手去抓他的衣摆,被蓝望鸡嫌悟地躲开。 蓝二公子,你难道真的见死不救吗? 你还是蓝家人吗? 长慈安难以置信地喊道。 魏无羡的脸色瞬间寒了,乱葬岗上的冤魂咆哮着,沸腾着,招视着他的不满。 他伸手要掐住长慈安的脖子,被蓝望鸡拦下来。 别碰,脏。 他轻声对魏无羡说,然后看了长慈安一眼,淡淡道, 第一,你已经死了,不需要救,第二,从三天前起,我便不是蓝家人。 薛阳在一旁看着,忍不住挑眉。 魏无羡对蓝望鸡笑笑,无视长慈安的哭喊,对薛阳说, 一会你跟我去乱葬岗近地玩玩,我们一起研究怎么让长慈安更痛苦。 你的轨道一定会大有增长,毕竟觉知此事要功行吗? 薛阳乐了,魏无羡接着说,我们先玩七天,这个时候,蓝战,我练习使用魔器。 好的,就这样。 魏无羡拍拍手,眼角微弯,薛阳把长慈安带上,我们去近地吧。 薛阳应声,刚想把长慈安拎起来,魏无羡却道,等等。 他看过去,只见魏无羡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,他眯起眼,面无表情,我们来客人了。